欢迎你锁定中视新闻 全球报道来关心 与病毒共存 政府准备好了吗 台北市议员就发现了 人口高达260万的台北市 今年都已经有5000多例的病例了 可是只分到了1000多份的 辉瑞特效药 让明代直呼离谱 而台北市长柯文这也炮轰中央 说早就知道疫情大爆发 但该做的都没做 北市人口260多万人 已经累积超过3万人染疫 扯的是治疗新冠的特效药 数量却少到吓死人 结果我一掉才发现 哇 我们的药差这么多 加起来不到2000份 就只有这么一丁点份的时候 那你会怎么开药 你是不是会很省慎 捏着不发 网友通骂蔡政府 从快晒季到药品都没准备好 就让全民和病毒共存 有网友称赞柯文哲 预测疫情爆发神准 但陈时中恼羞 沉怒讽刺柯文哲 像被踢爆的印度神童一样 是假货 因为中央可以动用的资源 比我们更清楚 目前这个疫情的发展 完全都是在视线就可以预知 今天上海看到有 那个印度的神童也都不错 我们是医生不是算命的 这个不是预言 这个是科学 现在疫情这些重要是实践者 跟工作者 今天最大的问题是 一切都是事先知道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准备 这才是问题 双方隔空互呛还不够 柯文哲曾说当医疗崩溃 考虑要软封城 遭到中央吐槽 但就来民进党明代 这回都难得 站在柯文哲这边 对中央开炮 不到最后关头 不做这个软封城的动作 且战且走 现在没有办法 谁跟你讲答案 大概平均住院的人数是 按照比例来讲 大概欧美国家六倍 我们民众的智慧 我讲不客气一点 比政府好比政府高 政府多听听民间的声音 中央骂人火力超强 但民众只想问政府 到底百姓要充足的快筛剂 和特效药在哪里 记者杨七号时光好 SNG小组台北报道 中央拟定在5月15号之前 这实名制快筛的第二轮要上路 但是很多人埋怨 第一轮都还没买到呢 观察发现全台各地的药局 到现在还是天天大排长龙 很多人排队还是排不到 民众受够了 认为政府卖快筛 事迹贵就算了 数量准备也不够 批评政府是危机意识不足 网路上也有人质疑 昔日不是中央高喊超前部数吗 到底超前在哪 台北吉林路 民众挤在骑楼排快筛 排水排水啊 基隆的药局前也是一样 排排排 新竹和台中也是一样 排买快筛的人龙往后延伸再延伸 排队就算了 很多人还白忙一场 没排到 许多民众不满 疫情已经两年多 从口罩之乱酒精之乱接着抢疫苗 现在又抢快筛 网路上有人讽刺 昔日政府总说超前部署 如今超前部署在哪 民众质疑究竟超前在哪 另外中央拟定五月十五前 实名制快筛第二轮上路 也遭痛批 明明第一轮很多人还没买到 第二轮居然就要开放 民众无奈 积怨 除了气 还是气 记者综合报道 新北市淡水商工一名学生 昨天下午骑车经过淡金路时 超车不当 是连续擦撞了左侧的三辆轿车 当时肇事的学生 因为前方有公车 打了方向灯 准备要往右边靠 那么往左旗要来超车 结果呢 频频转头查看左后方的来车 可是因为前方视线 被公车给遮蔽了 结果他连续擦撞了 三辆轿车之后摔倒 当中有两辆的车辆呢 是宾士和林志 这肇事的影片一po出之后 网友也被窥报说 他这下真的赔惨了 本土的确诊数字屡创新高 那么被匡列裁减 居隔的人也不断的暴增 大多数的劳工上班族 对于快筛居隔还有治疗 到底该怎么请假 薪水该怎么算 都搞不清楚 那么其实最主要是 分成了两大类 那么如果您是因为 公务的因素才确诊 那薪资就不必烦恼了 因为是照给 但是不补班 但如果说是个人的因素 就要看你请的价别了 不管是防疫照顾价 或是试价都没有薪水 疫情还要来袭 上班族劳工面对 快筛居隔治疗时 价要怎么请 我没有请过不知道 我没有特别去了解 搞不清楚没关系 以下重点记起来 像是这样上班时间 因为公务必须快筛居隔 或确诊雇主要支付全薪 而且不能叫劳工补班 确诊之后的休息天数 目前也没有上限 可以休息到完全康复为止 如果是个人的因素 就要留意 不管是快筛居隔 或是确诊 价就分成四类 请防疫照顾价 没有薪水 但用自己的特休 可以领全薪 30天内的病假 有半薪 试价的话 同样没钱 值得注意的是 居隔三加四的部分 后四天 假使员工有上班 就要给钱 都没有特别明定 对对对 发生之后再询问主管这样子 疫情期间 员工要去快筛居隔或确诊 使用任何价别 雇主都不可以扣全薪或烤鸡 劳工自己也要搞清楚 才不会让权益受损 家长最近都很烦恼 该怎么保护好孩子 不要让他染疫呢 专家提醒您了 有四大NG食物 最好别让幼童吃 因为会降低抵抗病毒的免疫力 那么最近国小儿童疫苗开打 也要提醒您书包里面 最好准备好这防疫三宝 包括退热贴 普拿藤和维他命C 来保护您的孩子 疫情狂飙抵抗力强的孩子 才能抗新冠 专家提醒有些NG食物 尽量别碰 因为会降低孩子的免疫力 像是油炸食品 还有加工类火腿 培根香肠 含糖饮料 高糖高咸的蛋糕 洋芋片等 这些平常让孩子嘴馋的食品 其实容易让孩子有发炎体质 要少吃那种比较辣的 腌制的 热狗 香肠 手摇饮或者这些饮食里面 它都是一些糖 这个色素 还有一些比较调味的这些问题 专家说想增加孩子的抵抗力 可以多补充维他命C蔬菜水果 同时要让孩子多喝水 多睡觉 第三 维他命D 这个抗氧化效果不错 蔬菜 水果这方面都还不错 还有生海鱼 枣油也是蛮好 滴鸡精一样 也是可以滴给小孩子吃 政府开放国小幼童打疫苗 如果家长担心疫苗副作用 专家建议书宝里 可准备疫苗三宝 推着贴可以贴在注射部位 减轻不适感 打完疫苗要喝大量的水 适时补充维他命C 如果打苗后出现发烧症状 则可以准备 儿童专用推着药水 安加热等 当普拿疼来用 6到12岁的话 大概就是成人剂量的一半 然后3到6岁的话 大概就是四分之一 成人的四分之一剂量 这比较小一点的小孩子的话 我们甚至可以用糖浆药水 孩子若染疫 家长身心都煎熬 想让孩子远离欧膜 注意饮食其实是最好的武器 见牛程黎璇台北报道 现在已经不公布足迹了 只好当成是病毒无所不在 那您出门了一趟 万一冠状病毒沾染在皮肤上 到底可以在身上活多久呢 研究发现您的皮肤上 如果沾到了病毒 恐怕过了一个多小时 都还会有近半存活 那么现在呢 民众该如何防疫自保呢 其实病毒喜欢停留在活体上 因此讨厌类似像是 衣物这样的无生命的东西 如果您穿着长袖长裤 可以保护自己比较有效 另外脸部的防护 戴上面罩 可以避免经常去触摸脸部 不小心就被病毒给沾染 那么另外呢 包括如果您有外露的肌肤 最好也要用喷雾来消毒 打喷嚏飞沫 速度每小时可达100多公里 染疫者的病毒 万一喷到别人身上 国外就有研究发现 冠状病毒可以留在皮肤上 一小时还哇跳跳 病毒嘛 皮肤的手吧 我回家会先洗手 主要是手的部分消毒 皮肤就都有可能吧 头发也是啊 皮肤的手毛也会残留啊 我马上换衣服 然后清洗脸部手 皮肤的微酸环境 类似于冠状病毒 适合生存的弱酸环境 戴面罩多一层防护 或用各种消毒喷雾 喷全身皮肤 包含脸部手部杀病菌 短袖短裤衣服换成 长袖长裤也能阻绝病毒 病毒它是喜欢在活的东西上面 衣服它没有生命嘛 所以快的就会死掉 病毒趁虚而入 沾染皮肤根本看不见 加上病菌停留一小时时间 很可能又会站到脸部 专家建议洗头洗澡 最好在外加漱口 防疫站彻底做好做满 才能歼灭病毒 每个小细节都不放过 就能降低染疫风险 记者金线忠 杜云杰高雄报道 本土疫情严峻 快筛世纪公不应求 过蓝营的立委踢报说 卫福部核准进口快筛世纪的 其中一家厂商高灯环球生医 在过去竟然是一间资本额 两百万不具医疗专业的小吃店变身而来 那么蓝营质疑 这背后恐怕有猫腻 认为是民进党的白手套 高端副董进口唾液快筛 才遭诟病蓝军又提报 指挥中心紧急向22家厂商 采购快筛世纪时 其中一间厂商竟然是小吃店 大变身 这小吃店原本在长庚医院 没时间卖汤面 没想到在疫情期间 摇生意变成了高登环球生医 不到一年获准进口快筛世纪之外 短短一年半就能一口气 接下政府一千七百万计的快筛订单 金额高达16.5亿 过去三年从来都没有履行过 任何政府的一个标案 是不是有很多的黑箱 有多少不可告人的事情 立委更发现公司资本额 仅仅两百万元 却能取得16.5亿的订单 公司负责人一百零九年 还曾经因为付不出六十二万元的债务 遭到法院裁定强制执行 来军质疑这背后有猫腻 他的资本额才不过两百万而已 哇那这不是灰姑娘坐了南瓜马车 时候摇身一变变公主吗 这个快筛计在台湾有分公司 要绕过一个很奇特的怪单位 有可能他就是一个白手套 这个人是不是根本是个人头 代替别人去得到政府的标案 来掩人耳目 真正的人是跟民进党 有非常深厚关系的 小吃店摇身一变变生意公司 还能狂接16亿订单 蓝军耀诚实中说明白 从高端卖疫苗到小吃店 转身卖16亿的快筛计 蔡政府执政之下 总有让人想不到的经济企迹 记者最好报道 美国的旅游警戒 竟然把台湾升级了 变成是第二级 列为比大陆还有印度 甚至大多数的非洲国家 风险还要来得更高的 中度风险国家 不过执政的官员们 却没有人敢跟美国抗议 网友就讽刺 不是说台美关系史上最好吗 现在根本连美国都不相信 台湾的防疫政策 美国经管中心 把台湾疫情风险 升到警示第二级 摊开一看 大陆印度和多数非洲国家 都列低风险的第一级 台湾却跟伊朗墨西哥 同一列是中度风险国家 美国把台湾看得比 印度和非洲国家还独 扯的是我们的大官 没人敢说美国搞错 台湾现在疫情 事实上在升温 我想这个不是说认同不认同 因为每个国家都有 他们自己的这种旅游警戒的 自己的标准 我有狂吼 美国自己病例那样 还升级台湾是在搞笑吗 还说台美关系 史上最好根本世界级笑话 我们吃美猪都白吃了 人家根本不信你的防疫政策 是用行动打脸中央 蔡政府狂嘲讽大陆防疫粗暴 讽刺的是如今坚若磐石的美国好友 却说台湾疫情其实比大陆更糟糕 记者年幼城李璇台北报道 确减数字天天创新高 指挥官陈时中被问到 要不要为疫情失守下台负责时 当场呆住了六秒钟 还冒出惊人之语 他说已经下台就没有回应了 在一档炮轰 这难道是暗示 等到疫情大爆发时 已经辞职去选举了吗 春台疫情大失控 几乎天天破万 确证指挥官陈时中被问到 要不要下台不择时 当场傻论六秒狂走终 在野人士认为说这一波疫情是失守了 认为您要下台怎么来回应 好下一题 下一题 已经下台了就没有回应了 停顿了足足六秒钟 陈时中仿佛神游太空 他那句已经下台 难道是在暗示疫情大爆发时 他已经辞官去选举了 所以这是陈时中跟民进党计划好的东西 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乌鸦 在打乱陈时中的参选过程 去年疫情这么严重 牺牲了这么多条的生命 难道不是政策上面一再的延误 一再的失误吗 当然都没有人要负责 所以他会离开这个位置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老爷我要去选举了 不然的话是不可能的 陈时中螺丝松了 恐怕从防疫双重标准就能看出端倪 老百姓接触确认者要三加四 但雷兵和确诊的周遇寇同框 一小时竟然不用隔离 而这回程中吴亦也和确诊的 立委林静怡同框 依照中央密切接触者的规定 为何有免隔离 难道指揮中心的规定是只试用老百姓大观的防疫标准是什么 随时变化在他嘴巴裡 即将7号续过好SNG小组台北报道 武林农场正式百花盛开 除了知名的樱花地毯 最近还有三种春天颜色的花地毯 包括了红色的山茶花 紫色的炮筒 以及白藤花的白地毯 总共有三种颜色 游客直呼抬头可以看到美丽浪漫的花卉 而脚下还有花坦能够欣赏 难得的奇景让人流连忘返 感谢观看